如果说家里有90个孩子要照顾 那么这个做家长的恐怕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在苗栗后龙有一位洋神父 他就有90个小孩 神父不能够结婚生子 但是洋神父却因为收留了90个没有父母亲的孩子 就成了孩子口中的神父爸爸 90个小孩一个月的开销高达了上百万 洋神父呢必须到处的筹措经费 那么自己过得也相当的辛苦 不过他说呢打从穿上的神父的衣服开始 他就没有想过会当人家的爸爸 结果呢上帝的安排竟然如此巧妙 今天的平民英雄 我们就要告诉您这个超人神父的故事 他长大了 刚来的时候都觉得蛮担心的 因为他来之前有遭残的现象 怀里抱着三个月大的宝宝 身边还围着一群不满三岁的娃娃兵 杨安人是这一大群孩子的爸爸 刚来的孩子 该说话的还没有说话 该走路的还没有走路 那就会有一些难心 但是后来呢 每天看着他们情况越来越好 就觉得蛮开心的 十二年前穿上神父的黑袍 杨安人就没想过生命中会扮演父亲的角色 但是上帝的安排真的很奇妙 四年前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父母突然双双离世 一夕间成了孤儿 小孩无处可去 竟然跑到教堂 哀求神父让他住下来 就这样上帝给了杨安人第一个小孩 而教堂收养孤儿的消息一传开 很快的越来越多 没有父母和无家可归的孩子 都被送到杨神父这儿 小小的教堂根本不够住 后来杨安人找到苗栗厚龙 闲置的天主堂作为育幼院 地方是有了 但是照顾小baby 对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大男人来说 难度完全超乎想象 我个人是念教育的 所以我对小学生 国中生 高中生 我觉得我是专家 我了解儿童跟少女 我平常会开玩笑说 我看孩子的脸 我就知道他等一下要闯什么祸 但是婴幼儿方面呢 因为我是神父 没有结过婚 没有生过孩子 这是缺点 所以我对婴幼儿方面就比较没有概念 在我的认知当中 高中生的花费最大 再过来是国中生 小学生还好 那么小一个算什么 结果呢 跟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奶粉是比你还贵的 本来包尿布的部分呢 我以为早上把它包起来 然后晚上傍晚换起来 晚上通通工作好 就没有想到我们整天都要包 而且要七八次 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杨神父请来专业幼教老师协助 但是教会经费实在有限 育幼院的维持大多靠善心人士捐款 杨安人忙着到处募款 自己却不支顶任何薪水 衣服都破了洞 也舍不得换新的 对一个神父来说 没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也没有家累 也没有负担 所以除了教会给我的一个生活费来说 已经足够了 那就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薪水 不然的话 对育幼院能说又会多一个负担 社会问题增多了还是增多了 但是经济越来越不景气 捐款有变少的一个情况 每一块钱都得省得伤脑筋 现在景气不好 善款更少了 但是育幼院48个床位 不到一年就满了 杨神父又成立少男之家 少女之家 安置年纪大一点的男生女生 算一算杨安人的孩子们 人数多达90人 一个月的开支就超过300万 一个人要扛这么大的责任 难怪有教友画了一张超人的Q版画 赞叹杨安人真的是超人神父 不想当超人也不行啊 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杨神父遮风避雨的红色披风 就完全没有人可以收养照顾他们 要拒绝怎么忍心 于是他只能坚强地继续扮演超人爸爸的角色 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健康平安地长大 那一份父亲的本能和当父亲的骄傲 战胜一切困难 他相信透过祷告上帝会为他指引道路 他相信社会还有好多善良的人 愿意伸出双手帮助这群失去原生家庭的小孩 这是一个从没想过会当人家爸爸的男人 最深最深的盼望